朋友聊四季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CC倚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酷寒之虎 好久沒有看到經濟場跟阿拉伯以外的地圖了 我們先稍微來講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一開始TC的旁邊 城鎮中心旁邊就有這個鮭魚群 那這個鮭魚群在一些文明來說是比較有優勢的 但其實優勢也綿到非常巨大 像例如這個達魯P圖或是日本 那中間也是有魚群可以吃的 像這個大概有九片大魚吧 對我記得有九片大魚 然後加上四個小魚 所以肉量加種大概是會2000肉左右 所以這張土的中間 其實沒有到非常重要 就算你失去了這張虎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防守的成本是更高的 只要出一些老頭或是強弩直接射爆 是很容易的 所以這個虎你要在後面吃完這些魚之後 再灑魚網其實是會有壓力 除非你一直用強軍式壓到對手家裡 讓對方兵不出來 你這個魚才可以安心的捕魚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中間的魚群搶奪是前期一定是要補 中後期要不要奪下繼續出魚船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這張土由於中間不能蓋TC的關係 所以前期的農田防守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農田一定要勢必蓋在其他地方 然後再去灑農田了 那你村民要從農田跑到TC避難的時候就有一段路 這一段路通常就會出現非常多的死傷 這個玩法就有點像是破爛的大莊園一樣 難度上是非常困難的 不要小看這一段路 這一段路就可以常常 死了一堆村民 然後被打出資訊差距來 我們先來講一下文明 那文明的部分是又選擇了寶加利亞人 那寶加利亞人的話 他的特色是冰工廠跟工程器製造所的肉量減面 所以他後期出這個大衝撤的升級也只需要500肉而已 那前期甚至可以打這個強軍士 多出一些肉馬 出一些斷刀技術 零鎧甲 一擊射 一擊防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逼對方也跟著出這個一擊防一擊攻 然後給對手壓力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就是寶加利亞人 後期還有這個馬登技術 騎兵攻擊速度可以增加33%攻擊速度 這33%攻擊速度基本上是 騎兵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但是寶加利亞人本身沒有什麼任何經濟加成 所以要盡可能用這個自己的強軍士打贏 那如果他要打贏強軍士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出這個銀雷 直接銀雷塔攻 直接插包對手 然後再出一些工程器械 或是騎兵 直接壓制對手 是比較適合寶加利亞人的玩法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Hina 那希希野人最大特色 是他這個步兵單位非常坦 這個薩金特衛隊有這個雙防很高之外 而且錄定軍事單位還有傷害減免 所以讓希希野人騎兵也是非常好用 好現在來看一下這邊兩隻刺頭的護打 這兩邊血量怎麼看起來有點 掉的一樣快 有一隻村民要過來勸架 但來得及勸嗎 哎呀 這一拳準備敲下去之前 這隻刺頭就先倒了 哇黑啦這邊一開局就損失一隻刺頭 有點小虧 好那我們繼續講希希里 那希希野人的話農田每生一個農田科技呢 肉量都會增加125%的肉量 所以他實質上來說是非常多 肉量的這個 農田文明 那再搭配這個中國的 團隊加成 他肉量是非常誇張的 我記得好像可以到700多肉吧 我有點忘記了 太久沒有去看這個數字了 反正是 至少是600起跳的這個肉量 那希希野人呢 他的特色打法是比較偏向於打 騎士路線居多的 因為他的工兵雖然有強弩 但也沒有三級仿 而且也沒有拇指環 但是對上保加利亞人來說的話 可能希希里人要出一些強弩 會比較適合他 不然就是要出一些重型投死車 去針對比較好 但重頭的部分 又很害怕對方的騎兵直接 一波帶著他大量的工程器 所以希希里來說 這一場是比較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偏劣勢一點點吧 但玩的人是黑啦 可能又不太一樣 目前看起來希希里人要打贏保加利亞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工程器 投車 然後或者是強弩 打步兵路線的話 可能會有點遜色一些些 因為騎兵部分的話 保加利亞人也是 打保加利亞騎兵 所以基本上希希里的傷害減免效果 並不會發揮得非常好 除非保加利亞人出什麼長槍兵 去跟對方的 黑啦 重裝騎士顧錯 才有可能吃到這個效果 所以目前看起來保加利亞人 有一定的威力 而且這個城樓也擋不住銀類的 直接硬插對射的效果 所以我目前是比較看好右 但是右想到黑啦 這個 玩家 又可以把這個超兵 微超 控到極致的 的玩家 所以右有點不太好說 所以話不能說太滿 莫想我是看好右的文明 好那目前來看一下這邊 殘血的刺頭一直在這邊騷擾 能不能打到一拳呢 沒有辦法 目前是由右這邊先升到了封建史丹 這邊是決定要來挖黃金 出戰劍來騷對方黑啦的 戰劍 黑啦這邊則是要棄海了 這邊沒有打算要繼續出漁船 而且沒有挖黃金 這個是百分之百是要棄海的 那這場比賽我也是沒看過 所以我也只能先 預判 這個是右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那目前看到右這邊是出了一艘火蒙頭 中間這邊下了一根城樓 這根城樓價值非常好 因為這邊可以守到祖金喔 但他為什麼要插得這麼近的原因是因為 他要想要跟TC聯訪 想讓中間這個地大 比較沒有這種火力交叉的 這個 縫隙嗎 就是希望可以接狼起來 那如果他可以再插更好一點的方式 就是直接插在這個地方 直接去防一下 這可以後面插進塔的危險程度 不然你插這邊的話 後面這邊有人插進塔 你完全防不到 你這個木區直接被報廢 所以他插這個位置 只是要想把這個門面守好 然後這邊拉一下 拉一條防線 守住 因為我們剛剛開頭就講 這一張地圖最重要的是你要怎麼守自己的農田區域 是很重要的 所以黑暗已經先開始在佈局了 待會要怎麼守農田 那謝西野呢 一開始史料也是加100 但是他這個城樓是要175石頭的關係 所以現在石頭升125 如果想要再插第二根城樓的話 勢必還要再挖50石頭 所以這邊要看 拉一村直接去挖 或是直接不挖 然後直接升到城堡石彈 把TC蓋在後方這個地方挖石頭 他繼續蓋這個城樓去做防守 也是可以的 那黑暗果然是打落馬 原來黑暗是 非常喜歡用落馬開局的玩家 基本上他10場裡面 有9場都是落馬開 不然是攻兵果還是 步兵果 落馬開的機率 是偏高的 算是他個人的風格吧 那我個人風格就是 喜歡打 弩兵開 攻兵開局 但攻兵開局實在是他容易被壓制住了 但刺口的優勢 就是機動性快 然後又有主動權 但是操作來說就更吃緊 很容易被對方強兵戳到 就會損失慘重 那目前 右這邊也是直接把家裡鎖死 沒有在跟對方開玩笑 但是右這邊 天然屏障 實在太好 這個中間最大出的這個 木頭 幫他防守成本降低非常多 這邊用二倍數來看一下 那右這邊打贏 海了之後 中間還出一堆漁船 黑暗這邊是直接 去海的關係 所以陸地單位 現在是比右還要多的 那右這邊想要防住 最好就是直接用村民去擋 然後家裡趕快擋到城堡 實在也比較重要 這邊盡可能的不要去跟 黑拉這邊 去做一個 出兵做交換動作 因為你竟然都已經鎖死了 然後地形上又這麼優勢 這邊要撒農田幹嘛 拚經濟來說都很好拚的 沒有必要去跟黑拉這邊直接拚命 反正中間你也搶下來嘛 對不對 就 順便捕魚 好好農上去就好 黑拉這邊補下了冰工廠 好那黑拉這邊補下了冰工廠 也是準備要來升到城堡 這邊農田來看一下肉量有多少 300多肉 好多啊 你看 平常黑拉這邊都是不點一級農的 但是由於西西這個科技實在是太像了 所以他一定會點一級農 再去撒農田 肉量或許非常誇張 好黑拉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城堡時代升級上去之後點下了一級絕金 又這邊是點下了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點下去之後也點下了平走跟一級馬侃 那這邊有可能是要直接打這個騎士暴了 那這邊先出一些刺偶的好處是 就是待會升上去也可以考慮直接升清騎兵 然後去打對方的僧侶 因為這邊打回來應該還是會來搶聖物的 當做阿拉伯來打 所以刺頭在這個時間點出事之事還是有優勢 並不會說是完全沒優勢 但會吸吸臉也是可以點清騎兵上去的 但又這邊的黃金樹有點多 所以有可能是會直接噴騎士 而不是噴刺 那黑拉這邊也是補下了自己的TC 先蓋在移動的下方 但之後有在挖 這TC待會也是可以隨意開 開這裡也可以 那果然 這邊是打騎士開 補下一個修道院 很正常的發揮 雙方也開下了3TC 3TC直接開好 TC果然開這個位置 兩邊真的打偏濃的 右這邊也沒有出過多的漁船 我覺得右這邊漁船控制非常好 因為他知道中間這個防守成本太大了 出越多漁船反而會讓自己經濟更差 或者是沒有辦法發揮到最大效益 大家還是比較選擇了一個中間種田的一個策略 這邊有個洞有點小心 不行 有洞 馬上補想要關 哇靠這是關到了嗎 哇這邊又直接損失兩隻騎士 這隻村民出來 讓他一進來然後這邊直接圍 這個細節操作你們看到了嗎各位 這個就是Hela 這個手術越來越像Viper 其實我很開心 看到Hela可以跟Viper這樣打 甚至還打贏了Viper 因為我覺得這就代表 世紀帝國 真的是 上線不是只有Viper 這個Hela也是一直在進步的 就代表說世紀帝國這個遊戲的天花板 是 眾多高手們的還是可以繼續努力的一個 遊戲 不像 一些遊戲 就是 誰怎麼玩 就是一直他贏 這看起來是有點煩躁的 但是Hela這邊打得很好 Hela這邊直接用生旅去招搶對方的戰劍 戰劍被招搶了一隻 但自爆船過來想要炸生旅 直接炸死一隻 後面還有一隻 船沒有招到 這邊突然中止了招搶 自爆船自爆一下 這邊保加利亞人開始把銀雷往前蓋了 這個就是我們開頭講的嗎 銀雷往前插給這手壓力 沒想到 又還真的是這樣打 這邊城堡不在前方 這個銀雷要放棄了 雖然銀雷只有城堡的造價一半 但是他的血量跟攻擊力是不抵城堡的 攻擊力差1 射程也差1 血量是差了一倍 幾乎快一倍了 還沒到一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左邊 TC也蓋下去了 4個TC 中間的戰艦2艘 沒有繼續出啦 這個戰艦就是偶爾出 為什麼不出太多的原因就是會被找走 我以前打這張圖的時候我就以為 這張圖就是要打海啊 中間那個湖砍下來 都等於 肉類這麼多 爽爽捕魚不是很好嗎 但我發現 對方只要出了勝率 早一早就早完了 然後再出一些奴兵 直接射爆 好 你的漁船 你基本上這個海投資太多 是很虧的 有玩過這張圖的人應該都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個投資太多 你的心會很透 很容易就被打下來了 好那目前看起來 右 還是要繼續進攻了 這邊再補下一棟城堡 那這時候黑蘭經典下的地勇士 點的時間非常早 霸四存就點了 右這邊反而是比較晚點一點點 畢竟沒有這個 川米的經濟優勢 右這邊的 黑蘭這邊經濟優勢就是 沒點一個農田科技 村米的肉量攜帶量會增加一些些 而且這邊手推車也點了 黑蘭這邊手推車點的時機也是非常好 那在之前影片有講到 手推車點的時機大概70吋之後 去點是可以讓自己農田效率最大化的一個方式 那輪斗技術則是30吋40吋點的時候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邊農田 非常大片喔 哇這個非常多 這邊你再注意撒 那這邊就沒有維持了 好兩邊爭奪修道院的一個聖物 聖物目前是一個而已 這邊老頭也是往前 但是右這邊的聖物已經拿到了三個 那最後一個聖物不知道能不能順利拿回來呢 還是已經被右拿走了 好在這裡看到了 右這邊也點下了手推車 那還記得有點那就沒問題 如果有點的情況下 兩邊應該會打有點久了 因為這兩邊都沒有忘記點科技 經濟科技的話 本身來說這場就是有點五五開了 但我是更看好保加利亞這個文明的 好那這邊一升到帝王時代的右 是點下了 喔不是右 是這個黑拉 黑拉是先點下了護衛技術跟長槍兵路線 開始在升級自己的 均勻的科技方面了 因為他應該也知道保加利亞人這個騎兵文明 馬凳 一定會多加利用的 這個槍兵趕快升上去喔是比較實際一點的 好那他也可能在想 他會不會銀壘還在存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但殊不知 右這邊是打騎士暴嗎 我覺得騎士暴跟保加利亞騎兵比起來 我個人是更喜歡保加利亞騎兵的 但保加利亞騎兵要爆出這麼大量 銀壘要夠多 其實也是 一個經濟挑戰 因為挖石頭會傷經濟 而且出的數量也沒辦法出那麼多 黑拉這邊是很正常的 出了級兵 但只出級兵的話 是沒辦法打贏正面的 那右這邊想要打贏這些級兵的話 可能要轉馬功了 甚至要出攻城氣才有可能打得贏 這就會讓右 非常煩惱 這邊騎兵出太多反而會有點虧 OK 好 最後一頭是應該要拆掉這棟城堡 後面要再補一棟城堡嗎 這個科技好像還沒有點完喔 騎士直接往右邊走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 甚至有洞 這裡一進來會麻煩 這裡完全沒有擊兵 三級坊已經好了 好 這邊城堡中午掉了 這邊居然還生了一個 奴炮戰船三級 這邊用自爆船炸了一波 好 右這邊在補 用城堡在上方 補下了增兵技術 其實也是點下了 增兵技術跟鋒羅 該生的步兵科技開始慢慢升上去 你看右這邊就很煩惱了 要出什麼呢 不出馬功的話 出血液步兵可以 因為保加利亞的劍兵系 是可以免費升級的 但是沒有辦法升到劍兵勇士 所以待會保加利亞人 再點下血液之後 這個禁防防禦非常高 打對方擊兵是OK的 但是如果只出劍兵勇士的話 是打不贏西西里的 所以我們又回到剛剛一開始的話題 西西里這邊想要打贏的話 就只能出強弩了 出強弩的話 也可以射爆 血液步兵 而且強弩也可以射爆對方保加利亞的馬功 所以西西里這邊唯一隻 就是強弩是最適合他的 我覺得這場比賽 是蠻有趣的 很少看到這種兩個非常 極端的文明 去做一個打架 而且還是兩個超級頂尖的選手 喔 玩西西升級了頭車嗎 頭車線對他來說是非常好 重頭一出場 變質有沒有 那頭車要防守住的話 特別要防騎兵路線之外 還要防一下保加利亞的這個 大漏馬清洗 連保加利亞的大漏馬攻速也是特別快 數量一多起來 還是有點難守 所以西西里這邊可以利用自己的 步兵 去直接做一個硬檔 全出擊兵然後正面用頭車直接砸爛 劍兵勇士 那也可以同時封對方的馬攻路線 因為保加利亞人是沒有火炮的 所以打這個攻城系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基本上這一場誰有頭車就贏一半 這個重型頭死機 保加利亞這邊直接硬戳了上去 這邊擊兵硬戳應該是可以戳掉幾台巨頭 兩台巨頭直接被戳掉 後面的城堡可能打不下來了 雖然劍兵勇士即時來防 但是攻擊力還沒有升滿 打擊兵還要再多砍一刀 沛拉這邊重頭 重頭直接過來 想要砸一波 打這個步兵多有用 三巨頭直接開拆 下方有少量級兵也在騷擾 但是這個步兵打起來還是 挺好用的 但是這邊值得注意看的是 又是沒有升級血液科技 他這個血液銀罐沒有點 還是金罐不好意思 金罐沒有點 所以他可以省下一些資源 可以轉出其他的單位 但是現在看到頭子車他現在很懊惱 不知道該怎麼打 這個中頭 保加利亞人 不太舒服 只能說不太舒服 頭車開始慢慢開得出來 來 保加利亞人 也是有重型頭子車 也要來投一下嗎 覺得跟著出頭車也比較好 畢竟保加利亞人的食物減免是減半 出重頭要1450肉 但是保加利亞人只要半價700肉就可以出了 哇靠 結果西西里直接出城重頭 西西里完全不出什麼薩金特衛隊 工程器大隊直接搬出來硬烤 這邊有少量的雙手劍兵在做騷擾 正面的海域開始有點難拿下來了 這邊自爆船能堆疊一些數量直接炸掉這一坨 中頭的話 戰場就逆轉了 但是黑拉也是 平小心的 這邊只炸到了一點點 投資車直接砸掉碼頭 碼頭沒辦法蓋了 這邊會在補碼頭嗎 結果最後還是點一下這個協議科技啦 協議點完之後這個步兵會變很坦 但是遇到工程器還是毫無招架之力 所以又有點想要跟對方換家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步兵的防護力 直接變成1加8 防禦變得非常厚 但是有近戰防禦6 遠方1就是6 所以這邊有強弩的話 或是劍塔城堡 受到這個雙手劍兵 還是會有點痛的喔 但是中頭已經開在你家門口了 黑拉這邊還是有比較 雜爛爛 好痛 好這邊是用少量的疾兵去做防守 巨頭直接被硬拆 這個銀壘拆不下來 疾兵直接大量淹過來 想用手撕巨頭 回到正面 這邊自爆船沒有炸到更多單位 這邊黑拉預判但沒有預判成功 打個一波 哇這個預判不錯 這次有預判成功 好三台巨頭 繼續步步逼近 但是右這邊換家 開始給黑拉越來越多的壓力 好但是正面的疾兵喔 還是沒有掃過 還是我就去補了上來 雙手劍兵就去壓制過來 總頭不敢打 雙手劍兵一砸的話 這邊的巨頭 就會被砸掉 所以這邊不敢發動攻擊 好沒想到這一波 一打直接 讓自己的中頭 損失掉了一些數量 黑拉的 中頭巨頭 不是巨頭 重頭可能要被拆光了 巨頭也是啊 哇這個一砸巨頭又閃血了 看起來血液步兵 打出了很好的效果 直接拆光 黑拉的 重頭大隊 巨頭也要沒了 無視這些疾兵 直接無情開拆 太狠太狠 哇這個如果是我來操作 肯定辦不到的 我是保加利亞人 我應該沒了 沒想到又用少量的雙手劍兵就解掉這一波了 解的確實漂亮 好 壓力回到了黑拉身上 黑拉這邊 使用城樓防守 但是劍塔傷害還是很高 射這些雙手劍兵 直接射到頭破血流 好這邊轉出了重裝騎士 希西里的重裝騎士也是很強的 這邊慢慢把陰雷補了回去 開始要繼續防守這塊金礦 正面又再做個對打 協議步兵力大功 保加利亞底下的重型衝車 半價非常省 好那如果衝車一出來的話 希西里就會很痛苦 有人現在出強弩的話 也會被重衝給吸引走 正面的話要打爆衝車的話 要出頭車 或者是 出這個 薩金特衛隊 或是騎士 進戰單位才可以拆這個衝車 會比較麻煩 但其實黑拉也沒有想要轉強弩 所以現在問題還不大 想問題是這些雙手劍兵該怎麼處理 你要處理雙手劍兵 只有兩個選擇 重頭加強弩 好那又這邊開始打出自己的 騎士單位的優勢 開始要轉大落馬 開始要淹過去了 好那黑拉這邊的木頭 你看需求量真的很低 只需要二十幾吋 就可以維持出重頭 因為他這個農田 產量實在太多了 雖然還沒有點三級農 但也沒必要 但我覺得希西里點三級農 會更有感 好化學補下 這邊要轉出 風塵器嗎 直接補了一個極兵 槍兵不是極兵 現在兩邊都在互相看 現在兩邊都在互相看 好這裡補下兩個軍營 想要直接出長兵來防一下 希西里的這七七兵有點煩 好這邊直接硬拆 拆掉了右的一個巨頭 好大落馬已經升級好 重衝也開了進來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城樓 城樓到處都有 中間這邊再補下一個銀雷 這個銀雷防守這塊木區 還有農田都是不錯的 黑拉直接拉了一堆村民 硬尻了重衝 重衝直接要被打掉 非常快速 再收穿 收穿之後這個城樓傷害非常高 因為他可以塞到10個 箭矢數量非常多 好那目前 又有這一波攻勢被黑拉頂了下來 這裡又補了一個碼頭 本來要出自爆船 左邊又再次開打了起來 這波小型會戰 後面又落了一個大落馬 但到處都有城樓 這是城樓防守啊 對城樓也太多了吧笑死 更有火力交叉 你要開始尻村民的時候 你剩下幾滴血了 但是下方這邊又來一坨大碗了 哇雙手劍兵直接長驅直路 雖然城樓也是努力防守 但是這一台重衝快要重爆右邊的經濟了 好正面黑拉慢慢打了回去 投車也是繼續再出 但實際這邊沒有大落馬 所以這邊的落馬要擋也是很難擋 不要說大落馬了 你那個劍兵 劍兵系的雙手劍兵也打不贏 非常煩 好重車再繼續開了過來 火車繼續砸 後面城堡 輸出一直砸 能夠收掉這種城堡 有點修的太慢囉 又這邊城堡應該會掉 修的村民也不夠多 感覺黑拉這邊 慢慢正面推了回去 但是後方經濟有點慘 這裡大推著村民屍體 但村民有再繼續補還可以 那你們要注意看喔 黑拉這邊村民數開始下降 人口數一直不滿200人口 又有這邊也是喔 經濟開始跟不太上了 村民可能要再補一些 這就是中後期的這個村民喔 這個數量還是要顧一下 如果降至太低的話 村民要繼續補 這邊也在補一棟 但是 重頭想要砸 差點砸 但是清潔並直接騎得上來 被砸一波 但是馬燈大洛馬攻速很快 哇 沒了 好多重頭直接被拆掉 大洛馬差的速度還是很快 好這個爆破船能不能炸到這個距 喔這邊防守非常的預判到位啊 黑拉這邊有在看前線的喔 好這邊直接變成城樓群聚地 左邊看來是拿不下來了 現在全力攻右邊應該沒什麼問題 黑拉這邊正面再次嘗試到了 右的弱馬 硬攻又少了一台重頭 重頭要再倒一個了 哇 不只倒一個 兩台全倒下 重頭全沒了 好 那如果沒有重頭的話 右的雙手劍兵 就可以很輕鬆的 開始往前A了 那一樣繼續出衝車喔 配這個雙手劍兵 就沒有問題了 沒有重頭 沒有重頭 衝車加雙手劍兵就 沒什麼太大敵人了 變成這個 衝車呢也可以吸引這些層樓的傷害 好 衝車繼續抵贏 哇兩邊怎麼打得有點五五開啊 好 雙手劍兵直接砍了過去 謝謝理人非常煩惱 該怎麼打呢 好直接硬裁巨頭 黑R的巨頭全部被收光啦 就這邊趁順追擊 補了更多的雙手劍兵上來 還有衝車 後面補了一些漏馬 雙手劍兵配漏馬這個組合相當狠 攻速快 近戰坦克又坦掉命 衝車會被打掉嗎 衝命出來直接硬結 第二台衝車補了上來 看到更多的大漏馬過來直接硬拆掉了 又這邊補下了農耕制度 三技農也補了 這該不會 黑R要被幼給拿下了嗎 從頭繼續頂 OK 頂掉了前線兩棟城樓 開始反推黑R 黑R這邊有點麻煩 哇這邊大漏馬攻速太快了 砍村民速度根本是蒸發式的 損失了大量的村民 黑R還能再打嗎 哇這裡沒辦法 這裡直接壓了進來 好大漏馬做到了很多事情 但是除了正面以外 後方的衝車也是一直在輸出 自己可能會越守越退守 退到城堡最後的防線 左邊這邊也是有少量的輕騎兵 正面又來一坨大衝車 又在逐漸拆除 黑R這邊 防守越來越極限 暗衝車補的數量不夠快 變成左邊大反攻囉 你以為他要攻右邊 但輸之是左邊才是他的目的 東升 升東即西大成功 黑R打出了GG 左邊這一波他確實擋不住 因為他大量軍隊都在右邊防守 雖然右邊已經沒有太多軍隊了 連右也是喔 右也稍微撤退了 全部把兵力派到左邊 直接來督掉左邊這塊區域 因為這塊區域是黑R的這個大本營 農田跟木頭都在這一區 只要這一區被拿下 基本上就是被弄到經濟了 直接爆開了 我覺得右這邊的 打法很明確喔 他沒有一直打海 而是打左右兩邊 一直 旁敲撤擊 陳雲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是右 這個文明 文明壓制就是這樣子 西西確實打保加利亞人真是不好打 選擇性不多 如果打強弩的話攻速又不快 但是又會被對方大落馬直接砍爆 如果自己出擊兵 去反制對方落馬 又會被對方的協議步兵給砍爆 如果自己出重頭的話 又會被大落馬馬凳直接砍爛 不管怎麼打保加利亞這邊的落馬 是比較能做到事情的 來看一下這個 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呢是由保加利亞人拿到全部的勝利 基本上 又 經濟也是顧得非常好 後面還補下一個三級農 雖然是非常後期一點 這個有點跟沒點一樣就是 但是西西野呢 這邊 看到食物 其實產量是沒有比較多的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 右這邊一直有騷擾到 黑亞這邊農田 所以資源板就會少一點是正常 黃金部分呢是由三個生物的 又有拿下一些勝利 那目前看起來 保加利亞人對上西西野的一個結果 還是保加利亞人會比較優勢一點點 當然跟操作者也是有關係 那我覺得 這也是因為 黑亞也是很理解這個文明 即使出強弩可能也是不好打 那我個人的經驗是西西野出強弩 才有可能打得贏保加利亞人 那保加利亞人又反之手又很簡單 直接出重頭也可以解掉 畢竟他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的單位 這個科技只要減半 出重頭是一瞬間的刺激 所以黑亞已經想到後面的結局 所以才沒有出強弩吧 這是我個人猜測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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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